没有搞到,没有搞到,不要灰心,老表不要灰心,我们继续向前走,前面应该是有大货的,前面应该是有大货的啊,我们继续向前走啊,继续向前走。 你们家里面问,这是怎么搞的啊,放了多少个钩子啊,我们这边这个钩子啊,是今天中午,今天中午我老表就放下去了,大概放了一百多个钩子啊,一百多个钩子,看一下今天这一百多个钩子能收多少鱼货啊,能收多少鱼货,基本上像我们老表在这里啊,每天就是收三次鱼啊,放三次钩,基本上一天的话, 也可以抓到一两百斤这个鱼啊,一两百斤,因为这个野生鱼的价格还是非常高的啊,还是非常的高,所以说它的收获啊,每天的收获还是可以的啊,虽然辛苦啊,虽然辛苦啊,上一个是空军啊,这个可以,这个应该是有了,这个不是空军啊,不是空军,我去,大家看一下这个,又抓到一条哥呀啊,也抓到, 抓到了一条哥呀啊,还不错,大家看一下这个哥呀啊,有的钓叫黄打钉啊,个头还不小啊,个头还不小啊,差不多都有半斤多啊,半斤多啊,像这种鱼它长不得太大,长不得太大啊,基本上大的在这里抓的,也最多也就是有一斤重左右,一斤重左右啊,像这种个头的,就是非常不错的啊,非常的不错。 行,这位老铁说空军,空军不会的啊,因为我们下的钩子太多了,有一个钩空军,两个空军,肯定不会,全部都是空军的啊,所以说,像这种钓法啊,有的好多老铁说叫这个,懒人钓,懒人钓法,懒人钓鱼,说的也是非常的不错,因为,我们老表啊,不像我们平常啊, 主要是,为了消磨时间啊,它主要是为了鱼货啊,怎么样抓的快,怎么样抓的多,怎么样能抓到大货啊,它是怎么样做啊,是不是,因为它是纯粹是为了鱼货,为了鱼货,行,我们看一下前面这个钩子啊,看这里有没有大货,有没有大货啊,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形是非常的复杂的,非常的复杂,好多地方啊,如果对这个地形不熟悉啊, 盲目的在这里抓鱼啊,是非常危险的啊,非常的危险,因为它这里,本身就是那个塌陷区啊,本身就是塌陷区,有的地方是非常的深的啊,非常的深 那家人们说,在这里抓鱼有人问吗,这边是没人问的啊,没人问,因为它这是,这是,因为这里个地塌陷区之后啊,这个地都被这个公家已经收回了啊,被公家收回了啊,所以说, 这里面的鱼是没有,没有人饲养的啊,因为它这个面移太大了,人在这里面养鱼的话也养不了,因为面移非常的大,所以说,都是这个野生的鱼啊,野生的鱼,这个,我去,我以为,我以为这个也是空军的啊,还不错,下面还搞到一条这个泥丘啊,大家看一下这个泥丘,野生的泥丘身上的花纹,是非常的漂亮的啊,因为特别是这个泥丘啊,它身上的花纹和这个, 它所在的环境有关系啊,因为它这种环境中,到处都这个杂草啊,它身上是不是跟花一样是不是,还不错,又搞到一条大泥丘啊,大泥丘啊,喜欢这个直播放式的啊,可以给主播点点关注啊,点点关注啊,点点免费的小赞的啊,点点免费的小赞的啊,点点免费的小赞的啊,那直边的家里面啊,也可以 关注一下主播啊,给主播点个关注啊,点个关注啊,因为好多人是非常喜欢抓鱼的,但是因为这个工作的关系啊,它没有时间啊,所以说,我们给老表点一下关注啊,让主播带着大家啊,每天来感受一下这个捕鱼的过程啊,捕鱼的过程还是非常的有意思啊,非常的有期待性啊,非常的正